你好,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布景主题 上面这个空白的地方 它目前是写了Google部落格建站教学 这些只是文字嘛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上面这块空白 全部把它放成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那怎么去用呢?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到后台去调整一下整个网站的宽度 依照现在的萤幕大小来看 这个电脑萤幕其实 部落格的画面在中间显得太窄了 就是左边跟右边空好大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调宽一点 可以我们先到后台 然后到了这个主题 主题的地方呢 这边会有个自定 自定这边点进来 然后这边会有个调整宽度 这个要记一下 到这个调整宽度来 那预设是960的宽度 那我们把它拉大一点 拉宽一点 你看这样就变宽了 变宽了 好 看你想要多宽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1280这个数字 看你自己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1280 所以我调整这个宽度 那这个右侧栏的部分就是这边 你看你可以调整右侧栏的宽度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3001 Enter一下 为什么我要调3001呢 因为其实我在右边会放一些 我这个联盟行销的那个banner 我的banner是300 那我把它多了10的这个空间 那等一下我们再插入这个300乘300的这个图块的时候呢 这边就会比较刚好 然后左右可能会多一些间隙出来 好 所以这个1280这个宽度我们设定好了 然后这边按套用制网制 好 套用完毕之后呢 就按这个返回blogger 返回blogger 好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版面配置的地方 版面配置这个地方 好 那这边有个标头 标头就是我们刚刚前台这边这个标头 好 我们这边重新整理一下 它会变宽 好 就变这个宽度 那这时候呢 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一个图块整个放上去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去结一张图片 宽度是1280 记得 因为我刚刚我们已经把宽度设成1280 所以现在我们来结一张图片的宽度1280 那高度呢 就随便你自己决定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去开张自己拍的图片 你尽量不要去网路上乱抓 因为这样有可能会侵权 所以自己用手机或者是相机拍张图片 肯定宽度一定会大于1280 因为现在的像素都非常的高 所以那怎么去截图呢 最简单的 如果你都没有绘图软体 影像处理软体 photoshop之类的软体 那你可以只要用line 哎呦 line也可以截图 你看这个line的桌面板 你就可以直接按这个截取画面的图片 然后你就可以去截取了 好 那比如说我要截取宽度1280 然后点击之后呢 你看它上面是不是会有个数字 现在是1020乘以212 有没有 好 然后再你看我游标的地方 1280 好 这边1275 1281 1280 OK 高度是238 你也可以把高度再拉大一点 1280 382 OK 好 然后呢 这边有个下载储存 储存这个图片的区块 好 就这张图片 然后把它放到桌面好了 桌面 然后把它显示成BANN-E-R Banner 好 按储存 好 这张图片储存完毕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网站 这边版面配置 这个后台的版面配置的地方 这个标头 好 然后这边 本来是写Google Blog 见证教学的标头 然后按编辑 好 我们在这边呢 按浏览 好 等一下 我们先做一个动作 先把这个勾起来 缩减以符合页面 缩减以符合页面 图片将会缩减为1280 像素宽 然后呢 我们就按浏览 然后BANN-E这张图片 开启 它就上传了 好 上传之后呢 这边有不使用 不需要使用标题按说明 点击一下 那这一串文字就不会跑出来 好 拉下来这边有个储存 好 我们再到前台去 好 你刚刚的那张照片 就跑到这边来了 好 这样有没有很方便 那如果你点几张图片 它就回到首页 好 譬如说我们现在是到某一个 内页去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张照片 它要回到首页 就是网址最短的这一页 好 这个就是上传这一个上面的标题照片的方法 那为什么我刚才把字拿掉呢 因为有那个字的话 其实会不太好看 我们再按编辑一下 因为颜色的关系 除非你自己去做一张这个背景图 符合那一个文字的颜色 你看我把文字这个打开之后 按储存一下 再到前台来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这个字其实不好看 那我会建议怎么做 你就直接用软体 绘图软体 直接把文字 key在这张照片上面就好了 好不好 把文字直接打在这张照片上面就好了 用美工软体去做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字呢 我们就不要 不要使用标题和说明 这样会比较好看 好 我们再到前台去 重新整理一下 没有那串字会比较好看 那这个样板呢 它是只能放一张 你没有办法去轮动 只能放一张 没有办法去轮播好多张 ok 好 那下一节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怎么样 把上面的这串 这行我们要把它关掉